慈濟西雅圖知會 二零一六歲末祝福活動 除了播放鎮言上人的年終祝福 並由負責人 長紅文師傑等人 分送了福會紅包及小禮物 最後全體點燈 祈求新的一年是一個平安吉祥的福會年 書法大師白玉坤現場揮毫寫春聯 讓大家在新的一年有個好彩頭 而慈濟西雅圖知會負責人長紅文師姐 以及師兄師姐們則在入口處接待 駐西雅圖辦事處處長姚金翔 喬召中心主任陳明永康立 喬務諮詢委員吳小燕 馬良棟 西雅圖臺灣同鄉聯誼會會長劉勤 慈濟西雅圖知會二零一六歲末祝福活動 主題為修福利米藏日月 慈會豪芒有乾坤 慈濟正言上人期待二零一七年 慈濟之宮門皆能伏惠雙修 落實的第一步就是要謙卑 活動在長紅文帶領大家向佛陀三問訓後 正式開始 接著慈濟北加分會曹知行 致慈恭賀信眾們 在新的一年能幸福平安 長紅文也說明慈濟的理念 看當初上人成立慈濟的過程 在五十一年以前慈濟功德會的創始人 正言上人秉念著一片悲心 他相信性己無私 性人有害 從三十位家庭主婦開始 日存五毛錢 經過五十一年 現在我們已經有超過五十幾個 國家有慈濟的志工 而我們國際贈災的隊伍 已經踏上了超過九十二個國家的土地 姚金翔處長致辭時 感謝西雅圖知會 協助處理旅外國人疾難救助案件 並將慈濟的答案驚弦 散播到世界各個角落 陳明勇主任致辭肯定 平時服務鄉親的貢獻 他並分享派駐日本大阪期間 適逢日本三一一大地震 慈濟鎮災團隊挨家挨戶 發放鎮災款 讓日本人民深受感動的經驗 接著 手語隊表演 優雅的手語姿勢 配合音樂傳遞人生智慧 撫慰在場所有人的心 曹洪文和曹知行 劉維靖等人 代表正言上人為陳崇瑤 蘇彥林 江傑豪進行受政儀式 歡迎他們進入慈濟的大家庭 最後在師兄師姐們引導下 信眾與貴賓們一一領取 撫慰紅包 祝福人人 撫慰圓圓 祈願人心祥和 社會平安 天下無災無難 臺灣紅電視王玉鳳 美國西雅圖 採訪不到 除了 柳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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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